而主席乡公所提升乡内农特产品的品质 积极辅导乡内13个产销班的同时 乡长田桂花今天上午也亲自主持了 全乡产销班第三次的联系汇报 会中针对了产销活动检讨 以及农机具资裁补助申请情形 尤其即将登场的乡籍产销班评鉴时辰 方式以及奖励问题 农民都高度关注热烈讨论 前阵子才刚热闹落幕的主席乡 农民趣味运动竞赛 在今天全乡产销班第三次联系汇报中 当公所与各产销班干部班长进行讨论改进 我是真的准备的一个人来紧张 真的真的还好 感谢主 那一天都能够回答 主席乡公所推广并提升乡内农特产业 阶级辅导乡内13个产销班 今天上午由乡长田桂花率领秘书林万金 农官客长张建坤亲自主持会议 针对了产销活动 农机具资裁补助申请等议题 与农民讨论交换意见 希望我们公所这里 我们可以调查一下 每个产业它需要什么进去 比如说我们芒果减制调整 我需要多身金 是不是香热办的时候 旁边在设一个区域 做一个农机展示的展 圈香13个产销班当中 除了咖啡、芒果、特用作物 以及文旦幼之外 又超过半数都是苦茶数产销班 因此乡公所计划推办 黄金苦茶油节等持农教育产销活动 获得产销班长干部的支持 而对于即将登场的乡级产销班 评鉴时辰、方式以及奖励问题 农民高度关注热烈讨论 我们今天应该就是 有没有差的这样子 就是有一件 再考量其他的内容 比如说你这个产销班的产量 因为这个要换进去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这个产销班的品质 你会有没有做各项的验证 第三个就是你有没有在乡外 或者是线外的推广的次数 这个也希望能够把他列为参考 因为这样子的都是钱 补助起来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以农历乡的卓西乡 农业的推广 以及品质的提升 为乡长庭位华氏镇乡物的重重之重 藉由联席汇报的召开 有效掌握乡乡内农产业发展概况 同时凝聚各产销班农民的共识与力量 共同提升卓西乡的农产产值 希望我们可以在今年 拉拟推你们一把 可能不是做得非常的好 也不是做得非常的专业 但请相信我们公所团队的认真 在农产行销推广上 乡长田桂花带领农官客团队创新突破 今年以网络直播方式 推广乡内芒果 宇温 丹佑 农产 以网络替代马路 让农特产品快速变现 乡长田桂花也特别向 产销班长干部表示 坐落在玉璃镇内的 卓西乡产业推广中心 也即将完工 未来也将成为 卓西乡农产品展示 展示平台 记者是玉兰 卓西采访报导 好 好